當你加入了這個遊戲 代表什麼 代表你同意遊戲的所有規則 還有規範 你怎麼可以說 好 我加入 加入了玩一玩玩一玩 完了 要輸了是不是 糟糕 別人跑好快 我跑最慢 然後就突然停下來說我不要了 遊戲不公平 痛痕 拔牌 炸毒 都假的 如果你的想法一直是這樣 那你當時根本不應該 參加這場比賽 或者是參加這個遊戲 就像廣大的支持者們一樣 人家要手電話 大家都說大家都知道要手電話 好 那我們就跟你玩這個遊戲 我就開始每天手電話 難道有人手一手說什麼 好煩喔 那我不要手了 那你不要手 那你就出去 那你就離開 大家都同意這個遊戲規則 跟電視前面等電話的觀眾朋友一樣 你知道你必須要犧牲 修車子冷氣的時間 你知道你必須要強迫你先生 或你太太去刀垃圾 你知道你六年半以前 一定要吃晚飯 一定要洗好澡 就為了等電話 如果你等一等就覺得說 這個不好玩 好累 我不要了 這樣合理嗎 你同意了這個遊戲規則 麻煩你照著做 你不同意的話 當時你就根本不應該參加 對不對 霍林姐 本來就是這樣子 你要說 你一定要講說 願意等電話的 這些就是義和團 我覺得你這樣講得過去嗎 就是說基本上 那個什麼 那不是那是白鱗叫 神功護體 是 是 義和團同一批人 刀槍鋪 神功護體 騙人的 是 我覺得你 第一個我要問 如果你如果今天 這兩天出來的結果 都是郭董領先 你還會說這個話嗎 這是第一點 這個問題也很有趣 第二點 如果你初選 是你郭台銘出現了 你需不需要你現在嘴巴裡面 罵的這些義和團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再怎麼樣 至少表現一點風度 我覺得你今天要做 這樣子一個沉重的指責 就像主持人剛剛講 你可以不要進這個賽局 老早就可以退出了 你老早就可以退出了 然後你如果說 你的郭粉都很忙 好像別的人 都沒有事情做一樣 這個本來就是在測試 支持誰的支持者裡面 對那個人的忠誠度 或者是凝聚力最高 如果說郭粉的凝聚力不夠 不願意在家裡等電話 請問這是要怪誰呢 如果你的支持者凝聚力不夠 然後你就反過來指責 別人是這個義和團 今天還跟我們的中央委員 嗆起來說 中央委員你們好好想一想 如果最後的結果 是中了民進黨這個養套殺 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說現在好像 有一些人也在放風聲 包括民進黨自己在內 說民進黨現在就是要 全力挺韓 把韓國瑜挺出來以後 我想郭台銘講的是這個 他說你們做以代幣 你們做以代幣 你們對得起 當時創立中國國民黨的孫中山嗎 這樣 那這個 不是都是同志嗎 不是同黨嗎 怎麼會有你們跟我們的分別 對 用你們的真奇怪 然後那個中央委員 中央委員就說 中央委員就說 不能說不挺你的就是義和團 挺你的就是義勇軍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就說你在初選階段 所以我覺得 郭董真的這麼沒有風度嗎 郭董真的不知道 當你今天這樣講的時候 你只會在後面幾天的民調裡面 讓人家更不想支持你嗎 你不知道這件事嗎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 以你的聰明才智 你已經了解這件事情 我就充分的懷疑 你現在講這些東西 是在做一個鋪陳嗎 你是在鋪梗嗎 是在為了初選以後 我們不要講 如果 初選以後他真的做了再來講 對 如果有一個什麼樣 不是他樂見的結果 他會幹嘛 對 他會幹嘛 所以我覺得很遺憾 就是說你今天要講義和團 義和團那個時候 義和團還是在怎麼樣 他還是有一個民族性 雖然他的做法不對 但是他是因為這個義族的侵略 熱愛中國的 熱愛中華民族 所以他去做了一些私刑處決 處決這個 不只是外國的信徒 去燒教會 然後去私刑去殺信徒 請問今天的韓粉 有去殺什麼人 有去燒殺裸掠 有去幹嘛嗎 你如果真的要比義和團 我真的覺得 可能這個太陽花還比較像一點 起碼他是砸了搶了 然後進去 把立法院洗劫一空 這個還比較像 連太陽餅都不放過 真的太陽餅都不放過 沒錯 所以你這樣子比法 我覺得你真的是把所有的同志 往你的對面推 你們 對 你們 那真的就變你們了 本來是我們的 然後他這樣推一推就變你們了 這是何苦來摘 我真的不懂 以我渺小的智慧 我想不出來 郭董為什麼要講這些話 這個郭董他流淚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大螢幕的畫面 郭董他在接受這個專訪的時候 根據週刊下的標題是說 因為選情緊繃了 激動落淚 那確實這個郭董他 講到選情的時候 覺得說民進黨要三殺國民黨 他希望國民黨能夠三贏 這樣台灣人民才有未來等等的 包含這個關公媽祖 他的信仰 那郭董很激動的落淚了 但終歸起來就是 我剛剛說男人有淚不清談 只是味道傷心處 讓郭董傷心的 並不是台灣的現況 並不是民進黨的霸道 而是他現在可能比較落後 所以他哭了 老師 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這個郭台銘是有焦慮了 他的焦慮也已經開始表現出來 這很有可能顯示出 他在這兩天 也就是說他們所派的代表 在這個民調公司的現場 他們所掌握的訊息中 相當有可能這個差距 已經有點距離了 而這個距離可能他已經掌握到 這個掌握到以後讓他來講 會不會他其實是假的 其實沒有差距這麼大 他故意就是你知道 就算贏也要說自己選情告急 大家都這樣 我們一般所掌握到的 大家還是不要掉以輕心 我們掌握到的好幾個訊息 那麼也就是說 應該是有一段差距了 一般來說 因為如果說一天做有效樣本 450份就要結束民調的話 按照國民黨的遊戲規則 是這樣的話 到後天 禮拜四 也就是會做完1800份 明天 明天就禮拜四了 那就會做完1800份 1800份剩下的3000份 就是剩下就1200份 換言之也就是說 已經超過一半以上了 超過一半以上以後 我們一般估計 如果說已經拉開了 因為他民調跟這個選舉不太一樣 我們投票的行為是可以被動員 然後你也可以估算說 這個選區哪一個顏色的人比較多 例如說綠銀的比較多 藍銀的比較多 還是中間選民比較多 那麼可以估算 但是民調沒有辦法 因為民調它是隨機的 而且它是一種概略性的 普遍性 機率性的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一般來講 在明天晚上 大概大勢就已經確定了 一般我們估計是這樣 雖然他還沒有做完 還有1200份 但是如果說差距拉得大的話 大概就定了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對郭台銘來講的話 他已經在思考 如果沒上的話 他的下一步要怎麼走 所以他開始對於民調有質疑了 然後再配合 我們今天也看到有一些學者說 你這個民調設計有問題 說不是選出最強的 只是選出比較強的 這樣的情形下 那當時這個五個候選人都有派代表 那黃德福也已經跟各位代表 都講得很清楚 剛剛志恩也好 或者是永皮也好 也跟大家解釋就是說 以往的選舉 以往做民調的時候 的流程都是這樣 所以都有跟大家解釋 那也就是說這些人 也都同意了 也都簽字了 那現在再來質疑說 這樣的民調選不出最強的人 我覺得這樣子是不應該的 這樣就有點 就像剛剛觀眾朋友說有點賴皮 對 就是這個學者 那麼之後再來講這個話 說他是民調專家 然後對質疑說 這樣的一個設計 是不能夠選出最強的人 我覺得這不應該 第二個 郭台銘現在對這個民調的做法 那麼例如說他質疑說 這個四話不能夠轉移到手機 可是他已經告訴你說 可以轉到手機 因為他自己本身也在推廣 他不停的推 他的這個LINE一隻八 叫大家趕快轉到手機上 這也沒關係 是的 換言之也就是說 確實這個四話可以轉到手機 所以這個等於是化解了 他說這個拿手機的人 就是我們拿手機的人 接不到民調的 這樣的一個邏輯已經被化解了 也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是可以接到民調 就看你的支持者肯不肯 對 那就是問題就在這裡而已 還有第三個 我個人是認為說 假設我們都跑回家 在家裡面等這個電話 我們沒有裝手機的 我們都回家等電話 現在就形成了 好多的爸爸都回家吃晚飯 然後都跟家裡多陪陪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好的事 也就是說這一個禮拜 這一個禮拜 這些爸爸們少應酬 那麼多回家陪太太 那麼陪孩子 那麼一家團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在這一次的民調裡面 我們看到的 他帶來的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正面的效果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坦白說我不太認同的地方 就在於 他對於韓國瑜的支持者 把他界定他們是義和團這個事 這個我完全不認同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義和團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 他是鄉下人 土包子 草包 因為義和團當時 都是發生在華北地區 而且以山東為最大的一個本營 所以華北 山東這個地方 是在於鄉下裡面的 這些煉拳的 還有有一些跟白煉教有關的 那麼他這樣的一個指控 意思就是說 這些人是鄉下人 這些人沒有獨立判斷的能力 這些人是迷信的 那麼這些人是沒知識的 那這樣的一個指控 我覺得對於韓國瑜的 支持者來說的話 是很不公平的 而且是一種羞辱 而且有點羞辱 而且這樣的一個指控 有一點點感覺是 跟民進黨 當時的總統府的發言人 說韓國瑜他是土包子 破壞高雄質感 等等的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 前高雄市政府的官員說 這些韓粉到高雄 破壞我們的格局 破壞我們的格調 他的標準用字叫 踐踏跟玩弄 我們的這種格調 我們的這種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覺得不要做人身攻擊 尤其是每一個人 都有不同的支持者 但是不要把那些支持者 把他界定 更何況我們所看到的 很多的是軍公教人員 他支持韓國瑜 軍公教人員 特別是老師們 還有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在台灣是多難考 這群人是高知識分子 我都考不上 那些能夠考上公務人員的 都是很頂尖的 那把他們界定 他們是這些所謂的這個義和團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批評 侮辱攻擊 真的是大可不必 真的 不要一直罵人 這個郭董就別哭好不好 這是郭董 之前非常的有信心 99% 99.99 99.99 如果這麼有信心的人 怎麼會去掉眼淚什麼事 但他本來是很有信心的 有一個部分 跟佑正來算一個賬 這個是郭董辦的原委會 但是因為佑正跟我那個默契 他跟我開玩笑說 郭董哥你去抽個iPad 叫我去抽iPad 這個沒中 這是他的基金會主辦的 基金會主辦 我們今天要把這個玩笑講清楚 真的有人在問 真的有網友在問 說你有沒有去是不是 他有阿堅跟蕭黃旗 主要的活動是因為有抽抽的 有iPhone iPad Apple Watch 然後佑正那時候開玩笑說 可惡 想去 在深圳節目講 結果真的有網友說 佑正有去嗎 真的問我 然後他也問我說 我今天不是在新竹嗎 哈囉 然後新竹回來 晚上的Live聲喉嚨嗨 嗨 然後還有人問說 我到底有沒有抽到 你看這台是舊的 就表示我沒有 我跟佑正都開玩笑 我們根本不會去 不可能去的 不可能 它真的不可能 但是我覺得這個 因為他這個佑正 因為他只有抽獎 所以才會有人去 這個我要跟郭董報 有些東西是大撒幣買不到的 你可以買廣告 你看今天有很多報紙的辦碼 搶求郭台銘 上面也有沒有 搶求郭台銘 他有些東西你錢自買不到 我跟大家報告 韓粉很難當 剛剛基隆林先生 我聽得非常感動 背罵土包子 豬狗禽獸 多數是垃圾 沒理性 依和團 客人不敢 但是佑正有個東西 我要澄清一下 來 這個不澄清 我晚上睡不著 這是今天蘋果日報的那個 他說英粉 蔡總統英粉有301萬 韓粉有199萬 這樣就現實100萬 我跟各位講這個是假新聞 我拿蘋果日報來告訴你 假新聞在哪裡 來 請導播幫我拍 這個比較小 因為它這個是原版的 這個是6月5號有沒有 6月5號 英粉幾萬 13萬4 6月5號的時候蔡英文 那個粉紅色那個13萬4 我有做這個表格給大家看 來 他今天說 我們韓粉只有199萬 英粉301萬 然後他這個統計 從這個5月15號 滾動名叫一直做到7月9號 13萬4 到6月18變成379萬 這增加幾倍 說英粉是不是 英粉 菲菜鋪頭的 這樣跳幾倍 這跟兩禮拜而已 你跳這樣你騙 這個菲菜鋪頭有沒有可能 我跟你講不可能 所以這個統計我非常保留 這是非韓不投的鐵粉 這蘋果日報統計 到今天講說199萬 我也比較保留 所以又另外一個 到下個禮拜 國民黨的初選出爐之後 我覺得應該從這個來切入 會比較 應該說是非綠不投跟非藍不投 當然柯文哲 他要不要跟親民黨合作 那是另外一個題目 我的結論是這樣 國民黨2020 他顯然需要韓國瑜跟韓粉 這顯然是需要 然後韓國瑜要拚2020年大會 他顯然也需要國民黨 所以在初選之後的整合 這個要考驗韓市長的政治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初選跟大選它是個過程 重要的是執政 你不要窮的只剩下選舉 民主選舉投票什麼 結果執政 亂七八糟 所以我們這個 如果要團結 不可以有任何的分裂 我講我的結論 這個巴德夜市 這個是在隱喻 我們網路很亂 其實巴德沒有夜市 他是騙你的 巴德是什麼 他的意思是說包圍國民黨 中央黨部 在台北市的巴德路 這個部分今天韓市長 已經出來講了 希望大家礙語包容 謀行煽動 我們跨民調的結果公布 你無聊 你提前去包圍幹嘛 莫名其妙 就一切 一切我們就近代民調的結果 然後再來決定 又這樣 這樣還來得及 還來得及 對 真的 沒理會 在那個 做過了